第1411集 混蛋 一声怒骂响彻云霄 云灭快要气炸了 在他的镇压下 长生剑频频抓住机会 创伤他 他的手腕连续被长生剑斩中了三次 直接斩断了手腕 哪怕迅速恢复 云灭也觉得脸上无光 今日丢人真的丢大了 他没能迅速斩杀长生剑不说 还被对方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多次击伤 去死 云灭精神力再次爆发 再度镇压的李长生眼神黯然 一枪杀出 这次没有扎除 而是横扫而去 哪怕李老头在挣扎避腿 还是被一枪扫得腰骨炸了 血流如注 李老头却是眼神清明了一些 蹦射的血肉瞬间化为一柄长剑 嗖的一声破空而出 扑斥一声 再次击穿了云灭的手骨 这时候的李老头脸色发白 却是淡定无比 看向云灭 忽然笑了一声 声音沙哑道 云灭脸色铁青 是的 他精神力也有损耗的 损耗很大 镇压李长生也不是说镇压就镇压 他又不能无限恢复精神力 消耗还是难以补充的 这还是对付李长生一人 此刻身边再有一位和李长生一样的强者 他恐怕就被对方活活耗死 而他可是自信可占圣人的 结果被俩决颠给耗死了 非但如此 他也感受到了 李长生在借用他的压制打磨他自己 刚进级的李长生力量不够稳固 气息都不太稳定 可此刻虽然重伤可愈发的力量圆润了起来 和强者生死搏杀 在生死边缘游走 也许难以提升境界 可对自身力量的打磨帮助极大 人族武者很少会去闭关打磨境界 都选择了最危险的战斗中打磨 这种情况有利有弊 危险无比 却也是速度最快的方法 他们没时间 所以只能用危险的手段来争取时间 今日 李长生也是如此 他在巩固他这一切 迟迟杀不死李长生 云灭的耐心也被彻底磨灭了 学本准备让你多活一段时间 现在还是快点去 他话都没说完 李老头一口鲜血喷出 再次冻穿了他的脸颊 笑道 什么 你该死 云灭暴怒 轰隆一声本源气爆发 他也不是白痴 战斗到现在 哪还能感受不到 此人本源无法封印 并非是本源太强 而是太弱 封印了好像没太大作用 既然如此 那就在本源中击杀对方 这一次李老头脸色凝重了不少 好像知道了方平想出手了 李老头深吸一口气 虚空都被吸得颤抖 破碎 本源 老子想试试 一知强大之辈 本源也强大 谁说精神力弱 本源就弱 他要搏一次 靠意志力呈现本源 在本源中战此人 外围 方平脸色一变再变 有些事不是说 你意志强大就可以改变的 李老头这么执着 恐怕是想冒险一搏 看看能否本源大道 再走一段距离 本源大道强大了 他自身也会得到反馈 气血变强 战力变强 可这 真的太危险了 谁能笃定 自己的本源大道 一定可以下一刻走得更远 方平眼神变幻 面不改色 几次犹豫之下 最终还是没有选择出手 却是做好了随时出手 斩隐灭本源大道的准备 可静 也可悲啊 这一刻 神皇一脉的圣人忽然叹道 好一位铁骨铮铮的强者 可惜生错了时代 生错了地方 若是人族强大于些 何至于如此 当然 真要人族强大到无所畏惧 也许 也不会诞生这样的强者 为了人族 不得不绝颠占帝尊 还是精神力强大无比的帝尊 殒灭若是经验丰富 和圣人教授也未必会输 这位神皇一脉的圣人 此刻不由看向方平 有些同情 生在这个时代 真的有些让人绝望 方平身边 彩蝶也叹道 唉 若他本源 长生剑 危险了 恐怕要陨落了 没人提云灭多强大 此刻 哪怕是敌人 也只是觉得长生剑可惜了 被封天一脉 当成了魔刀石 至于云灭 强归强 还是有些让人不吃 这时候 李长生眼神瞬间暗淡 云灭也是如此 双方进入本源世界了 众人心都提了起来 有些焦躁 李长生能撑多久 一旁 乌黑山传音道 方平 方平不动声色 传音回道 再等等 李老头想借机刺激自己 本源再进一步 不到最后关头 我不会出手的 可是 他憋着一口气 我现在出手 这口气就散了 我相信他 他能人所不能 六品斩八品 九品斩绝电 战绩比老张都会晃 他可以的 方平坚信他可以的 这是长生剑客 一位受伤十年 折服十年 只为磨一剑的强者 那一剑的风华 至今难忘 六品斩八品 千古第一人 哪怕方平同境界一战 也只是在八品七段之后 才渐渐超越了李老头 没有方平 从古至今 有几人敢说 能在同结和李长生一战的 一位废了的六品 磨了一剑 斩杀了八品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 而他做到了 方平闭目 好像不忍看到李长生陨落 这一刻四方接济 一时间不少人心生悲弃 有时候明明是敌人 却也觉得让人敬重 方平李长生所有的人族强者 都很难 然而没人放弃 没人诉苦 都在努力前行 希望改变这一切 龙宇这些上古圣人 此刻也是各自陷入沉思 这个时代的人族 比任何时代的族群都难 然而 这个时代的人族 也催生了一位位值得 大叔特殊的强者 不管实力如何 都值得说道 一声轰鸣响起 李长生颅骨炸裂开 露出了脑袋中的气管 格外恐怖 吴奎山脚步一动 下一刻收回了脚 面露分色 双拳紧握 吴奎山白发 根根竖起 哪怕知道方平的计划 这一刻的他也感受到了无力 人族还是不够强 否则何须如此 当初 以为到了绝点 就可以扭转一切 而今他已经绝点 却是依旧无法改变什么 鱼光撇过几人 天见海鱼 这些人都是敌人 都是罪魁祸首 若是没有他们牵制 这一战 也不会发生 风天一脉在霸道 没有人牵制人族 他们也不敢贸然 选择人类当魔刀士 愤怒不甘 充斥在每个人族的心中 本源世界中 云灭冷笑脸脸 对面 李老头的身影 显得有些虚幻 不够珍视 欢迎来到此界 云灭恢复了从容 这是他的世界 他是主宰 本源世界很明亮 也很大 也融合了一些东西 精神力强大的强者 都会将具现物 融入本源世界中 此刻 他的本源世界中 融合了一杆 通天彻地的长枪 知道这是什么吗 云灭很淡定 灭神枪 你应该知道 李老头也不急着战斗 看向他 面露漠然之色 师尊曾说过 这个时代人人都有希望 每个人都该有个目标 而我 目标不是你 不是方平 不是张涛 而是灭 云灭拿起 通天彻地的长枪 笑道 这是灭神枪 灭的神器 从小到大 师尊都在说死地 上古时代比九皇 还要出色的人际 师尊说 我们这些人生来 就是为了打破禁忌 超越前嫌的 每个人都该有个目标 而我 选择了灭 我通神之时 具现了灭神枪 师尊大卫心系 我从诸多师兄弟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师尊的关门弟子 最后一位入室弟子 云灭笑道 你可知道 我为何叫云灭 通神境之前 我并非此名 后来才改的名 李老头这次说话了 笑 笑得有些无奈 你 你 李老头笑得有些颤抖 你 能不能 别开玩笑 你要知道 我的本原神很弱小的 会消散的 你这是准备笑死我 不用战斗了 李老头不负之前的冷酷 这时候笑得发颤 就你 还以灭天地为目标 还要超越他 击杀他 做人是该有梦想 有目标 可你能不能照着镜子 你家没有 我送你一些如何 很好笑吗 云灭脸色冷立 陡然一枪扫出 枪还未至 李老头虚影已经有些溃散 这一刻 李老头身后一方世界呈现 很小 一片黑暗 黑暗之中 唯有一条不知通向何方的道路 道路当中没有人 没有物 唯有剑 数不清的长剑在漂浮 每一柄长剑之上 都是杀气震天 本源强大 就了不起吗 李老头低贺一声 我有一件足矣 话落 大道化为长剑 瞬间融入了诸天剑中 你在本源世界和我交战 谁生谁死 肯定是你死 剑盲通天 这一剑斩出 杀得云灭强大的本源世界 都在颤动 不过一剑斩出 李老头也是气息滑落 对面的云灭被击飞 却是一枪将他头颅贯穿 盯在了地上 李老头低吼一声 震飞了长枪 再次爆发 手持诸天剑再次杀出 大笑道 还不够 杀我这么难 你也配合天交交锋 话落长剑破空 一剑展开了世界 剑盲破碎了一切 殒灭清金毕露 愈发的愤怒 在自己的世界 李长生还如此嚣张 着实可恨 两道人影瞬间纠缠到了一起 李老头低吼声不断 身影极快 眼神坚定 哪怕身影不断在溃散 也不在意这些 大道 大道很重要吗 本源很重要吗 谁说万道合一 走的就是本源道 万道都合一了 哪来的本源道 我之所在 就是大道所在 本源也只是外武 我强才是强 这一刻 他融入诸天剑中的大道 居然有些溃散的趋势 在崩溃 与此同时 外界 方平众人也看到了有些奇怪的一幕 李老头的肉身好像有些虚幻起来 方平身边 肥胖的大猫原本都在打瞌睡了 这时候忽然睁大了眼睛 大大的眼睛眨巴了几下 接着继续眨 还眨 眨了一次又一次 好像眼睛进了沙子 苍猫疯狂眨眼 猫爪子掏了掏方平 方平没反应 继续掏 掏了一会儿方平有些恼火 转头看着他 苍猫也无辜地看着他 他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 骗子 苍猫难得没开口 而是传音道 好奇怪啊 真的好奇怪 这个李长生 李长生好奇怪啊 什么 他的本源 不 所有人的本源 本猫其实都可以感应到一些的 他的本源好像要消失了 方平脸色凝重 要死了吗 不是那种消失 好奇怪啊 他好像要核道 就是这样 苍猫都迷糊了 有些焦躁 抓子挠头 抓得胖脑袋都快掉毛了 这和自己不一样 自己核道本源 这个李长生好像 是要走另外一条不一样的道 走了本源道之后 不是不能走别的道了吗 也不是啊 他没三交之门呢 算本源道吗 这一刻 苍猫都茫然 这一界的人类出了好多幺蛾子了 苍猫糊涂了 也迷茫了 下一刻 趴在了虚空中 尾巴拍打着方平的小腿 迷茫道 算了 不管了 反正这老头好奇怪 等猫觉得 下次可以分他一点吃的 以后会有好处的 方平瞥了他一眼 你是要投资了 此刻 他也忍不住看向李老头 这是怎么了 肉身怎么有点虚幻的迹象 至于苍猫喊着老头 他都懒得说什么 也没时间去管 这一猫好像从来不觉得自己老一样 这一刻 风天倒上 钓鱼青年也面露疑色 距离太远 只是观战 而非就在身边 一时间他也没看出什么来 而振兴城的小世界中 猪神石也在抓脑袋 抓了一会儿 忽然跑到一旁 拿起一本书看了起来 万道合一 万道合一 只是一种猜想的功法 猜想的是霸天帝的战法 可霸天帝又不是万道合一 那家伙也有精神力存在的 万道合一真正出现的时期 是宗派崛起时期 一群人为了南北之争 推倒的一种极致功法 那个时期的万道合一 大部分都没到决殿 几乎九品钱都死了 唯一一位踏入决殿的家伙 肉身没到九段 算是假的万道合一 后来也被精神力强大的家伙 干掉了 这李长生什么情况 猪神石都快抓破脑袋了 他隐约看到了一点东西 看到了那家伙的肉身 变得有些虚幻起来 介于虚幻之间 这算什么 哪有人的肉身可以这样的 这家伙到底走了 什么奇怪的道出来 这些强者都有些疑惑 在场观战的一些人 也是觉得有些不太对劲 感觉最明显的 却是云灭 这一刻云灭越是战斗下去 越是震撼 怎么可能 李长生越战越强 身体越来越凝实了 而李长生这次真的有些感悟了 眼神血量 他好像体悟到了 什么叫万道合一 什么才是自己的道 我道即唯一 我在哪 哪就是我 什么本源体 什么真实肉体 没必要 我就是我 唯一的我 他隐约间有感觉 也许我能将肉身 彻底具现到本源世界中战斗 我就是唯一的存在 不过现在只是初步感悟 李老头觉得 这一步也许要很久很久 可他却是摸索到了一些线索 此刻眼神血亮的吓人 看向对面的云灭 他想亲他一口 谢谢 他想谢谢他 你是我的指路明灯啊 我李长生好像直到现在才找到自己的道 知道了未来的方向 我不用去强化什么本源世界 因为我强 我可以出现在本源世界斩 万道皆为我 李老头欲想喜悦了起来 我总算看到了希望了